好多人都想改變自己 例如炒理老闆去創業 又或者去學一些新東西 進修增值 但到最後了 都往往是只有個想字 什麼人生抉擇 算吧 那你又不用這麼頹 其實就算是明星 一樣都有迷惘的時間 例如我們從小看到大的恩怡 就一直背負著沉重包袱 最近就在Facebook 分享了他的感受 從小過著閃光燈生活 因為我父母 我比任何人都要更努力 不可以影響他們的明星 幸好他最後都勇於面對真正的自己 去了解自己 去找回自己 放棄長久的減肥生活 找回健康的心靈 又例如今年重返樂壇的周國賢 做每一個選擇 腦海中都會出現很多不同的聲音 不斷地批判自己 之後他終於想通了 重新認識了一個不完美的自己 重新尋找自己的踏腳點 即使是個樣子很單身的卓韻子 都經歷過迷失日子 到底我應該做什麼 我又沒有蛻變呢 萬一再沒有人喜歡我 怎麼辦 為什麼這麼多星都這麼多事情想呢 原來最近有個品牌找了很多名人 拍了一系列《Change Destiny》的微電影 宣揚改寫命運 香港方面就找了名導演麥氣印 他在片中燈爆自己曾經被欺凌 究竟什麼事這麼慘 他又怎樣走出過去的陰影 改寫自己的命運 去片先吧 當時沒有人告訴你 你是需要被保護 其實你不自覺做了些事 是同樣傷害了人 我不想自己跟他們一樣 例如音樂、影像或者表現 我很想支持他們去追他們的夢想 我是麥希恩 我相信你也可以改寫命運 其實改寫命運 並不是大家想得那麼複雜的 甚至不一定要做很多事情 有時一個微細的決定 已經可以作出改變